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收听竹窗随笔 明代总兵七纪光 尊称七公 平时长持送金刚经 当他镇守江浙一带时 有一天 梦见一位已故的士兵对他说 明天我会派我的妻子来拜见您 求您为我独送一卷金刚经 以帮助我脱离游冥戒之苦 第二天 果然有位妇人悲弃求见 经询问 与梦中士兵所言 完全相符 七公便答应他的请求 此日清晨 就为那位已故士兵 送金回向 当天夜里 又梦见那位士兵对他说 成蒙恩公为我送金超度 但是我只得半卷金的功德 因为您在这部经中 夹杂不用二字 七公仔细回想 原来是他的夫人 在他诵经时 派婢女送来茶饼 他远远见了 就挥手示意 令他拿回去 当时口里虽没说 心中确实有不用二字的意念 隔天早晨 七公便把门户关好 至成送金回向 当天夜里 就梦见那位士兵前来道谢 我已经得到超度 解脱了 这件事 是我亲耳听三江僧人 东林师说的 东林师为人忠厚诚实 且有道行 不会打妄语的 一 诵经的僧人 怎可不谨慎呢 今天的竹窗随笔 就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